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圈内资源可谓是断崖式下降 就连这档国内最长寿的跑男综艺 也多次被网友传言他将退出 但是还好新一季他还在 毕竟这档节目也是他目前手中少有的优质资源 还是紧紧握住为好 与跑男关宣新一季嘉宾同期出现在热搜的 是卑鄙拍戏过程中擦伤却坚持拍摄的短视频 一天内两个热搜同频共振 可能是为了增加热度 不过这波热搜上的有点刻意 可能是为了本人增加流量级讨论度 像我们昭示住这个曾经的一线女明星还是流量的宠儿 经历了娱乐圈的起伏 营造的表象只是过眼云烟 真正的各种滋味也只有自己知道 而经历了流量滑坡 将一手好牌打烂 在他过往的经历中 我们或能分析出一二 世纪婚礼 经过了暴风雨 你就已不再是原来的你 轻松的来得成功 很多人都不会珍惜 而是在灿烂的光运中逐渐沉沦迷失 时光回到2015年 baby迎来了他的世纪婚礼 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来捧场 风头一时无两 背靠大树好成梁 彼时的小明哥还是画意的大股东 作为黄夫人的杨颖自然受到特别照顾 恰逢画意刚引进韩国综艺奔跑吧兄弟 男团组合中的团宠位置变给了他 很多粉丝认识他也正是因为这个综艺 因运势而起他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期 其他明星渴望而不可及的奢侈代言 他应是集三奢代言于一身 辉煌时一人变迁有53份代言合作 登顶流量小花的顶层 综艺场上的口碑和流量也带来了影视方面的收获 在鬼才徐克导演的电影《神都龙王》中 baby扮演起妖娆的花魁 一颦一笑惊险妩媚 凭借这个角色 他获得了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此次合作也成为了徐岛和他之间的绝唱 因拍摄时为叫baby摆诱惑姿势 徐岛亲自上阵 结果有些镜头还是音声声拍了100多遍才好 从小事中可见一般 这可能也是老徐这么多年来导演作品最累的一个了吧 影视作品获奖 让baby误以为掌握了演艺的奥义 开始大量接影视 于是我们看到的了云中哥中干等演示表演 无方不自赏中的抠图视频 这一路走来 演技丝毫没有提升 跟他的八千万片酬的价值量相差甚远 某次记者采访中他表示 如果自己幸运的话 早拿奖成大满贯了 只是生命中的馈赠都标好了价格 这一波操作下来 他的影视录人员基本上消失殆尽 他像是一个兔丝子 靠住攀缘他人获得能量 然而当他没有了所依靠时 光靠颜值获得尊重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自己没有演技和实力 也得不到其他人的尊重 于是他在圈内的分量越来越低 在跟网红们互动的一档综艺中 他的单位甚至到了香边小滑 也许成功的太容易 受到了社会的毒打后 他才明白过来 实验过后才是真实生活 归结到最后 生活还是只能靠自己 这个剧烈的落差 估计是他年少轻狂的时候所使要不及的 离婚后资源靠自己拼命争取 人生中难免有起起落落 在人生这条茫茫大路上 如何才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从被逼的经历中 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杨颖有很多机会提升自己的机会 但是他因为凭借住自己的美貌红利 忘了这个圈子 从来不发年轻貌美的新面孔 而没有根基的扶贫 就只能任由水波流转 无力反抗 流量是时代给予的红利 但是总有失去的时候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硬实力傍身 意识的风光 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自己身实力的判断 产生自我膨胀的虚幻 而虚拟之后则是更令人难熬的落寞 因此 不管我们身处合胃时 都要警醒自己 不要过分高傲 在得意识更要放低自己的姿态 不要损失了路人员 虽然如今的杨颖近况大不如前 甚至受到后背排挤 但是她确认了下来 一直熬下去 相信一定会获得翻身的机会 她的这股精神便很值得我们学习 有荣誉也有困境 有收获也有落寞 虽然生活挫折 但baby依然在努力生活 小编也相信每个认真生活的人 运气不会太差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